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华家强 今天 我们有几则重磅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 北京市放宽楼市限购措施 荆棘家庭在五环外新购一套住房的政策迎来首次调整 这对于想要改善居住条件的市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 索罗门群岛的清华总理索家瓦雷在大选中失利后宣布放弃连任 这对于该国的政治格局将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 针对近期有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因涉赌博遭受重大财产损失的事件 中国驻尼泊尔使馆发出提醒 呼吁公民远离跨境赌博 增强法律意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新华社报道了中共7月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备受外界关注 因为它被视为中国深化改革 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刻 历史上 中共的三中全会往往是重大经济改革措施出台的时刻 因此 本次会议的议程备受瞩目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师透露 中国正在谋划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 这进一步增加了外界对会议的期待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开会议 决定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新华社报道 主要已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会议还要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新华社报道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多挑战 主要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 企业经营压力较大 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 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 外部环境复杂性 严峻性 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在北京 一个新的住房政策调整引起了广泛关注 经济日报报道 北京市政府放宽了对购房的限制 允许符合条件的家庭和个人在五环外新购买一套住房 这项政策的调整是自2011年北京实施住房限购政策以来的首次重大改变 旨在适应房地产市场供需的新形式 激发潜在需求 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对于那些已经在今拥有一定数量住房的北京户籍家庭 以及连续五年以上在北京缴纳社会保险 或个人所得税的非北京户籍居民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索罗门群岛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 东方日报报道 清华的索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在最近的大选中遭遇失利 其执政党我们的党未能获得足够的习未来单独组建政府 索加瓦雷在2019年做出了与台湾断交 转而与北京建交的决定 这一决策让他面临来自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压力 在选后 索加瓦雷宣布放弃连任总理 这标志着索罗门群岛可能将迎来政治方向的重大调整 另外 东方日报还报道了 中国驻尼泊尔使馆发布的一则提醒 针对近期有中国公民在尼泊尔赌博遭受重大财产损失 并牵涉刑案的情况 使馆强调 尽管境外赌场可能合法开设 但中国公民参与跨境赌博仍可能触犯中国法律 赌博不仅可能导致经济犯罪 如高利贷 还可能引发勒索 绑架等恶性犯罪 对个人和家庭造成严重伤害 中国公安部已经开通了打击跨境赌博的综合举报平台 鼓励公民积极举报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 展示了中国及其公民在国内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北京的住房政策调整 反映了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动态的关注 和对民生需求的回应 索罗门群岛的政治变动 则是国际关系中小国与大国博弈的一个缩影 展现了外交政策对国内政治的影响 而中国公民在尼泊尔的赌博事件 则提醒人们注意法律风险 尤其是在境外活动时的法律意识 这些事件虽然看似独立 但实际上都与中国及其公民的全球影响力 和国际形象息息相关 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国家与个人如何在遵守法律 维护权益和促进发展之间寻找平衡 在科技和军事的领域 每一步进展都牵动着全球的目光 从华为电动车的安全争议 到美国与中国在军事合作与战略部署上的最新动态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技术创新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还揭示了在这些领域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与争议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华为电动车问界M7在山西发生的悲剧 据《星岛日报》报道 一辆华为问界M7电动汽车 在追撞一辆洒水车后起火 导致三人死亡 这起事故立即引发了对电动汽车安全性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死者家属最初对华为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 但随后突然发表声明 要求公众删除关于此事的报道并不再打扰他们 这一转变引起了外界的更多质疑 人们开始怀疑背后是否有压力或协议导致家属的态度发生改变 此外 21世纪经济报道曾发表评论文章 质疑华为问界对其自动紧急刹车系统AEB功能的宣传是否存在夸大其词 但该文章后来被撤稿 这一行为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这些事件反映了在科技创新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 以及在事故发生后如何保持透明度和公众信任的挑战 在国际军事合作方面 美国印太司令部召开的防务首长会议 显示了美国在加强区域安全合作方面的努力 根据东方日报的报道 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包括来自27个国家的高级军事领袖 其中包括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王秀斌 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讨论共同安全议题和促进地区合作 展示了在国际关系中寻求合作与对话的重要性 同时 美国空军从东岸调兵 部署隐形战机到日本冲绳 以确保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 这一举动反映了美国在确保区域稳定 和应对可能的安全挑战方面的战略部署 隐形战机的部署不仅增加了美军在该地区的灵活性和威慑能力 也显示了美国对印太地区安全环境变化的快速响应 综上所述 无论是在科技创新还是国际军事合作方面 我们都能看到进步与挑战并存 华为电动车的安全争议和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都是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环境中的一部分 这些事件不仅需要技术和战略上的解决方案 更需要透明度 责任感和国际合作来应对 在这个世界的不同角落 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它们或让人警醒 或让人深思 或让人感慨 从北京的地铁追踪事件 到中越海警的联合巡逻 再到博鳌亚州论坛的秘书长更替 每个事件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影响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 《星岛日报》报道的一则令人不安的新闻 在北京 一名男子在地铁内死缠烂打地追求一名女子 甚至不惜闯入女洗手间 尽管女子反复拒绝 这名男子还是通过微信 发送了淫秽图片和影片 这一行径 最终引来了法律的制裁 该男子被行政拘留 这个事件 不仅展示了社会上存在的骚扰问题 也反映了公众对个人隐私和安全的关切 转向国际舞台 《东方日报》报道了中越海警 在北部湾海域的联合巡逻活动 在美国和菲律宾 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之际 中越两国展开了海上执法合作 共同维护北部湾海域的安全稳定 这次联合巡逻 不仅加强了中越之间的合作 也为地区安全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显示了通过合作解决争端的可能性 另一则新闻 关注的是博鳌亚洲论坛的新动态 《乔报》报道 张军被任命为博鳌亚洲论坛的新秘书长 接替李宝东 张军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拥有丰富的外交和国际组织工作经验 李宝东秘书长在任期间 带领博鳌亚洲论坛克服了多重挑战 推动了亚洲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的开放包容 博鳌亚洲论坛作为一个促进亚洲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 其领导层的变动无疑会对论坛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这些故事无论是发生在北京的地铁站 还是北波湾的海域 亦或是博鳌的国际论坛 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世界 他们提醒我们 无论是维护个人的安全和尊严 还是推动国际合作 或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都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和关注 在金融市场的世界里 每一天都充满着变数与机遇 近日 香港股市再次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经济日报》报道 受到汇丰业绩公布后的正面影响 恒生指数连续第七日上升 成交额达到1308.6亿元 北水资金也大举吸纳 其中 中国银行03988成为资金流入的主要对象 这一连串的活跃交易 不仅反映了市场对汇丰业绩的乐观反应 还显示出投资者对香港股市的信心 在这波股市上涨的背后 汇丰00005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 汇丰公布的业绩超出市场预期 股价硬升上涨超过2% 一度破顶至67元 而在《经济日报》的报道中 我们还了解到 汇丰计划在5月的年度股东大会后 启动一轮3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 这无疑为市场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此外 汇丰行政总裁齐耀年表示 虽然决定退任CEO的决定颇为艰难 但他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 齐耀年的退任 以及汇丰未来的领导变动 也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金融市场的另一端 《经济日报》也报道了美股的动态 特斯拉及苹果等龙头股领涨 道指收市涨146点 此外 由于市传特斯拉将推出中国版的全自动驾驶系统 与百度合作使用其地图和导航功能 特斯拉股价硬升上涨15.3% 这一消息不仅影响了特斯拉的股价 也对整个科技股市场产生了积极影响 回到香港本地市场 首批虚拟币现货ETF的挂牌 也是市场的热点之一 《经济日报》报道 这些ETF的上市 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 同时也显示出香港市场对新兴资产的接受度 总的来说 从汇丰的业绩公布到中国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 再到美股市场的动态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影响了金融市场的走势 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投资机会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市场中 保持关注和灵活应对 是投资成功的关键 在国际舞台上 政治与外交的棋局总是错综复杂 每一步都可能影响到全球的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 近期 一系列的国际动态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从特朗普与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会面 到中美在拉丁美洲的贸易竞争 再到中国神州17号载人飞船的成功返航 每一件事都在为未来的国际关系铺垫着新的走向 据《经济日报》报道 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 前总统特朗普与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会面 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麻生太郎的此次访问 被视为日本对于未来美国政治格局的提前布局 在会谈中 双方讨论了日美同盟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性 以及面对中国和北韩挑战的策略 显示了日本在国际政治中压住未来的谨慎与智慧 与此同时 中美在拉丁美洲的竞争也在持续升温 《东方日报》报道 中国在秘鲁兴建的一带一路前开港项目 因专有权法律纠纷而引发了国际关注 秘鲁政府正在寻求 避免中国港口营运商中原海运提起的国际仲裁程序 这一事件不仅涉及到中美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竞争 更是国际法律与外交博弈的缩影 科技与探索方面 中国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成功返回地球 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的又一次飞跃 据《侨报》报道 此次任务中 神舟17号乘组完成了多项空间应用实验 取回了空间站首批舱外 暴露实验材料样品 为未来的空间探索与科研提供了宝贵数据 此外 航天员们还在空间站内进行了种植实验 为未来太空长期居住和探索 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这些事件虽然看似独立 但实则相互关联 共同绘制出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与科技发展图谱 无论是在政治外交的棋盘上 还是在科技探索的前沿 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与机遇 未来的国际关系将如何发展 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谢谢